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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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收看《聲東極西》 今天跟Gary說說 是一個特區政府存亡的問題 是 就是討論他們應該要學懂什麼科技 好 因為我也在節目中說過 我真的有少少政務官 小喜好演戲 那時候我也有很多很深刻的教訓 我覺得 繞個圈 人到中年 這些問題又再出現 是否因為科技走得很快 有時候政府就算想追到 不知道從哪裏入手 現在因為你要以結果為目標 所以你就應該要 一些東西要取得一點 是 其中一件事我覺得都很重要 就是這一集如果我講有一些軟件 你是未聽過的話 那就不出奇了 真的 因為真的被時代淘汰了 是 也不想跟他們 淘汰了是否可以說 因為也不會賣廣告 可以的 可以的 例如你有沒有用過年輝1、2、3 就是Lotus123 這個簡直是要在古書上查 是 就是那些 我記得我去做職工那段日子 不是很長 是 我在美利大廈上班 現在美利大廈已經變成精品酒店 是 我那個年代 我不敢肯定 但是幾乎 我問了 在裡面的全部政策局 是 和相關的不同單位部門 是 沒有人在用力點的 即是PowerPoint 沒有 全部都是在用這個 膠片 燈光片 對 燈光片 或者是 他覺得他真的要用電腦 他也是用來做文字處理 做文字處理 是 當然 我那個年代 還會聽到有秘書打字 還會有人打字 不是全部都用電腦 不是很久之前 我是回歸之後才入政府 我是回歸之後才入政府 可能我們要叫監製 配合打字聲 否則年輕的觀眾不明白 什麼叫打字 打字機? 不是 有一張積木最近出了 對 對 那張落什麼 那張出了 也有人知道是什麼 是 但是 那個年代就是這樣 我有些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 我懷疑 立法會 現在是中心法院 那時候是立法會 是 是 是 那時候 立法會第一個局長 去做力點 是 就是 建佬簡佈 是我安排的 是 是 因為整個美麗大廈 沒有人有 沒有人有 簡佈的軟件 我要在自己家裡 拿一部電腦來幫局長做 那時候 對 自己戴電腦 要流進去的 那些 是 然後找到一個 投影器之後 被書書說 我們沒有螢光幕 那時候是沒有螢光幕 還要找人拉 拉個幕 白布 那才能做到這件事 是 但是 效果是很好的 嗯 當然你今天看沒有東西 這麼老套 是的 曾幾何時 但是那時候 政府去拿一部手提電腦 拿一部投影機 再拿一個拉幕 去給你看 填海工程是這樣的 他們不用看黑白的圖片 可以看到一些彩色的圖片 立法會議員覺得你很尊重他 你明白嗎 你用這樣的手法 不是用投影片 不是做膠片 你很尊重我 所以整個氣氛是差很遠的 條例都通過得很順暢 或者是否大家問一些問題 真的問得 到位一點 到位一點 就算是反對的 都會說 你可不可以給我剛才的版本看 那你不用 這樣找膠片 你按回頭就可以了 所以整件事 我是想說 那個政治的解說 以至游泳功夫 和科技的實質應用 是有很密切的關聯的 事實上 如果你回答 曾蔭權做行政長官的時候 他很喜歡說 他自己出了一部最新的智能手機 是 他很喜歡用平板電腦 很喜歡玩這些東西 在這方面 他是像日本首相 喜歡玩那些東西 當然他那些就落後過日本首相很多 日本首相 用很多機械人 就是智能科技 所以我想說 我們的官僚現在 不僅沒有在我入政府 二十多年前 超前了立法會的科技水平 現在立法會有多少KOL 他多懂得玩社交網絡 是不是 人家已經那麼懂得玩的時候 你還在那裡追落後 你當然是捱打 所以你真的要追上智慧城市 對你的要求 你才有機會超前部署 是 帶回立法會 帶回市民來走 所以之前我們就說過 你真的想想 怎麼搞元宇宙 你真的要用大數據分析一下 究竟議員 其實將會問你些什麼 甚至批評你些什麼 你可以做到一些估算和推演 是 沒錯 於是我就帶回給Gary 因為我這個是過去式 突然好像我這裡黑白了 他才是彩色 我這裡就是打字機 是 年花一二三 你就是說自衛城市 區塊鏈 非同質化代幣 對 你說我們接下來的政府 沒有得追 如果要追 在哪方面要學 我想幾個層面 一定要好好思考 我們都說過 第一 我們可不可以透過城市數據 大數據 為我們的政策制定 更加符合到市民所需 而當中可能有幾個技術 其實我們現在都投資了不少錢 但大家有沒有願意用呢 其中一個就是公開地理信息平台 我們其實在政府的政策層面 有一個叫做 CSDI Common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 就是公開數據的資訊平台 其實現在的大部分公開數據 還有空間數據 對 空間數據 過去我們做很多的公開數據 是沒有空間這個概念的 但是現在我們大家都要放下去了 好了 有空間的概念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你所有的紋身設施 都有一個地方 你每本書 在圖書館裡面 都有一個定位座標 當你做好這些政策分析 做好這些數據疏離 就會協助到你去看看社會的問題 包括土地 當然有部分的可能 在政府內部一些討論就是 我們是不是應該把這麼多數據公開 還是我們應該放在我們手裡 但大家要明白 你有科技的協助 你可以做到很多創新的方法 而這些創新的方法 可以透過市民大眾 去協助你一起解決 你政策上面的不足 還有你不要以為很秘密 很簡單 譬如你找了90個立法會議員 你勤力一點就可以了 他每人放了什麼照片 上載什麼甜蜜 其實他的網絡觸印 和他的實體觸印 很近 很容易找到 很近 於是你就發現 他的所謂電子腳毛 就留在哪裡 是不是這樣的概念 你知道他的電子腳毛在哪裡 你去做推演和估計 就很容易 這些就是空間數據 這些其實不是什麼秘密 逐個按進去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自己蠢就逐個按進去 就是Gary寫了一個桌子 要找電腦去做 如果真的要做的話 所以在這一屆政府 第一就是 數據的整合與整理 我相信現在 有很多我們所謂的 數據孤島 在政府內部 就是這裡 做了一個數據庫 那裡 又做了一個數據庫 那些東西又不黏 不同的部門又不黏 但是孤土都橫土 無人島那是慘的 做了一個島 又有所有數據 沒有人用的 那些官僚啊 放在那裡 不知道來做什麼 我又沒有可以過來看 總之是儲存了 最疲呢 可能是負責那個官員 因為可能要調崗位 接手那個 簡直忘記了他 是啊 進入了這個神秘地帶 有這個島嗎 不知道啊 第二個就是 在信息法國上面 我們會不會做多一點 包括現在很多媒體都已經在做的 那些串流平台啊 我們自己有沒有多一點的考慮 我們不同的部門 可不可以做深一點啊 內容推送可不可以做得更加細緻啊 而中間每一個接點 你收集中或者觀看中的人 究竟他是因什麼來看 是 怎樣可以做到 更加仔細的政策分析 數據分析呢 其實這些都好像無不思考 是 我覺得現在呢 都還在停留著 什麼什麼官員上班呢 就已經又出了新的網誌了 唉 就是你真的覺得 你寫完那個網誌 那些人一定要看的 行家一定要報的 而不需要想一下 究竟你怎樣令更加多人 容易接收到 以至消化到你的信息 其實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你差點議員多勤力 想都想這條標題 就是會有人按進去的 所以你整個演繹的模式 你都要趨向是 比較貼近市民 大家正在看的那種 我不是想說娛樂這個詞 但是你覺得演繹的方法 是要吸引度和吸引性 人性化 是的 其實放下身段 真的走近民眾 其實你都要由虛擬世界做起了 現在 我們一起去探討一下 其實現在的小學教育裡面 有很多新的教學的概念 經常都會聽到一個叫做正向教育 今天很高興 聽到正向教育 一個先驅的學校 李金小學的副校長 葉碧君副校長 你跟我們介紹一下 很多的家長聽到正向教育 就會覺得 是否真的玩 其實跟教育有甚麼關係 其實很多人 之前我們一推正向教育 都以為學校是 是正向教育 是 其實正向教育是 源自於美國的心理學 正向心理學 其實心理學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 我們以前那種就是 傳統心理學就是 我們精神上有問題 我們要看醫生 我們要吃藥 而至於正向心理學 就是我們好像打預防針一樣 我們怎樣自己可以尋求到 一個新心靈健康或者快樂 所以正向教育就是 源自於心理學 是 但你這時候怎麼突然間 引進這件事來學校 是 當時我也很幸運 在2017年獲選了 就是財務會第一屆創新老師 當時有機會有十個星期 我們就可以去海外交流 我就去了芬蘭 是 荷蘭和西班牙 教育朝聖地 是 看到那裡的小朋友 真的學得很開心 真的很想學 也看到他們好像沒有那麼大壓力 就很想了解一下 為何他們真的學習得那麼開心 原來這些學校都是在推正向 但那個過程 過去教育界都有很多條條框框 學校有很多規矩 教材也都其實大家都做了 要推整個過程是怎樣去擺下去 還有這幾年可能你今小學 大家都覺得是一個在正向教育 都比較好的一個先驅的學校 怎樣去整件事部署出來 是的 我們回到香港 首先都會看到 先了解香港的實況 因為我們有我們的情況 我們有我們本身一些公開示 或者一些政策 我們不可以直接 譬如芬蘭那套 我們就看了很多東西 譬如我們學校本身 我們叫做APASO 一些資料 是 理解我們究竟你今小學的學生是怎樣 是 另外就會透過老師的會議 家長的問卷調查 還有看最重要的就是 香港一些教育政策 我們會看一些課程的干擾 其實最配合到的就是 價值觀教育的課程之人 是 我們看到其實很多東西 跟正向教育都是配合的 裡面可能其實唯一沒有 就是國民教育而已 我們裡面就會再深入 另外也都看了2016年的 防止自殺報告 裡面都其實很清晰去說 其實為什麼小朋友會這麼 會輕生呢 其實都是說身心健康 我們參考了很多資料 另外其實 看回我們自己 國家自己本身的教育部 出了一個文件也有說的 其實接下來最重要就是 說學生的健康 而2030年的OECD 那個學習框架 最終目的是學生的健康 所以我們看了這麼多東西之後 再參考澳洲的一間學校 叫Jelong Grammar School 它其實推了十幾年 有很多研究 很多科學的引證 已經引證到 那間學校推正向教育 其實讓學生 除了身心靈健康上面 更好之外 其實原來學習更好 我們看了很多資料 再去做一些整合 在學校裡面開始 就要啟動 但是過程裡面 我知道大家都不想說 單純在功法壓力上面 令到小朋友讀書 補習班 都希望他們開心 我想說得簡單一點 就是覺得他們被愛 是 從而令到他們自己的自信心 又多了 關係又好一點 其實過程有很多細節 有沒有些事情可以具體 跟我們分享 如何協助到 那些人說 那會不會學生的學業 會變差了 會不會呢 其實這樣也不會的 因為在外國已經有很多科學引證 引證了 其實在推行正向教育來說 我們最重要的是 在學育教裡面 都如何可以滲入這些社交情緒元素 還有其實學校 就是一些政策方面 去協助推行正向教育 譬如我們說在課時 我們會靈活課時 好像我們學校這樣 我們只是上午上課而已 下午三課 如果是疫情之前 是做功課的 而做功課的時候 學生也可以問 不懂得做 也可以問老師 那訪學 真的是它的me time 可以輕鬆一下 其實你知道現在的家長 百般武藝 也可以參加不同的課活動 還有可以多些親子時間 也多些休息的時間 明白 即是早上就學習 下午就一起做功課 是的 老師也在嗎 是的 不錯 家長也沒有那麼大壓力 是的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 正向教育裡面說的 就是活於正向 是 我們怎樣讓學生 活於正向呢 其實學校的政策也很重要 是 通常我們學校的小朋友 頭兩課都做了功課 第三課我們是讓他們玩的 周圍去學校不同地方玩 譬如去籃球場有活力時段 譬如我們地上操場有些足球機 有籃球機 另外在課室就有lego區 可以玩玩具 所以他們很享受學校的生活 因為我經常都會去學校參觀 去做不同開會的會議 我看到那些小朋友 很開心的 經常都笑的 在過程中 剛才說的一種安排 早上課下午做功課 其實我也挺幫助子女的關係 父母和子女的關係 不用再為了她 一收工回來就問她 做了功課沒有 做得怎麼樣 督促著她 其實家長怎樣去 當時去推的時候 會不會 初初不是那麼接受 慢慢我現在看到就很好 其實家長這個層面 做了些什麼工作呢 初時家長都會覺得 推正向嗎 即是Happy School不讀書 不是的 我打算進來你 想去Band One的中學 我們都要做很多 不同的家長教育 我們學校的系統 已經規劃好了 一至六年級 家長也有些課程 我們也有個SCAFO 家長也要上課 對 我們有個叫家長學堂 譬如一年級 會配合我們主題 講整項關係 我們會有一些工作方 教家長 怎樣跟別人相處 不過首先不是教親子關係 我們會先教夫妻相處之道 教夫妻相處之道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會發現 小朋友 有時回來學校有問題 就是有時候 爸爸媽媽吵架 教夫妻相處之道 也會影響她的情緒 其實有時候家長 自己本身 不懂管理自己的情緒 也會影響自己的小朋友 是 我們會先教夫妻相處之道 是 然後我們會教一些 譬如說一些正向語言 有些親子工作方 教她怎樣跟小朋友相處 明白 因為如果小朋友 說真的 她一半時間在學校學習 另一半時間就在家 是 學校可能在推正向 做很多事情 但是如果家長不懂的 或者做的事情 你剛剛跟你是配合不到 其實都幫助不大 明白 所以我們都很著重家長教育 一方面就是學生 用一個正向教育的框架 這邊相就是家長要提供足夠的 了解 不要說培訓 了解 認識 老師 其實過去老師 可能都教了幾十年書 你引進了一個新的概念 大家會不會都不接受得到 是 初時我們把這件事帶回來 老師第一個反應是 我們這裡不是芬蘭 是 葉老師 我們都有我們的體制 有我們的傳統 初時也是 要慢慢跟老師去談 而且最重要 在學校推正前 其實老師先學了 是 我們學了知道是甚麼 原來正向教育 不是只講正面思維 不是只得個讚 或者正向教育 不是只得個開心 其實我們都要接受自己 有負面情緒 很多東西老師都要學 我們就由學做起先 第二就是讓老師都活體正向 學校我們很多政策 都幫老師活於正向 譬如以前我們搞一些 老師的專業工作坊 只有講座 現在不是的 可能早上我們學了 下午一起去玩 我們會試過一起去學 咖啡拉花 會一起去做一些 控陪工作坊 甚至乎一起安排去 里沿門吃海鮮 會上一些工作坊 大家都有一個 工作的氛圍 變成老師都 很了解到這件事 很開心的 是的 當老師都是開心的時候 才可以把這件事 帶給學生 所以其實他的工作情緒好 他個人開心 自然他跟學生的溝通 亦都會好 而且整間學校的氛圍 都會比較合理和理想 很多學校會去想 要推進 其實不是一個簡單的事 其實我們已經做了多少年了 這個項目 其實我們也做了五年 當中一定有很多困難和挑戰 不過很幸運 其實學校的校董會 我們的老師的團隊 都很誠心 一起去做 還有家長都很好 其實我們推了正向這幾年 家長是更加支持我們去做這件事 很多時候有很多提點 甚至乎回到學校 有一些支持 我們覺得整個氛圍都很好 其實正正就是 小朋友的成長很重要 當然學業也很重要 但如果我們純粹把學業 變成唯一 其實他成長的道路就會變得不開心 而我們最重要是 他開心有自信 他學習不學的東西 都道理上應該是得心應手的 而且在學校有一半時間 我們也要跟同學的關係做得好 放了學之後 我們跟家長的溝通 特別香港的家長比較忙 通常都是在職家長 我們如果能夠提供多一些空間 其實是特別令到家庭關係會好些 不過我今天學到東西 原來所有事情開始 由夫妻關係才起步 而我們希望 這個正向教育 可以一直推下去 今天沒有機會 講得太多 其實中間的技巧 下一集 我們也希望 跟我們再分享一下 我知道你做了很多不同的教材套 我們跟大家一起探討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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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